我觉得他俩有问题 真是身材不错 但我现在发现挺好吃的 有时候翻到几年前的照片 觉得哇 这个就很值得看 Hello 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黄锦鱼 先简单介绍一下 对何长征这个角色吧 长征是一个正义感爆棚 饥饿如愁 然后一直在致力于打击犯罪分子的刑警 可以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和这部剧结缘的吗 这个戏的导演 这个戏包括制片方都特熟 大伙都一起拍了好多戏了 本身就关系很好 然后他们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然后也说是挺适合我的 希望能在一起合作 然后我看了剧本之后 也觉得这东西挺好玩的 然后我觉得剧情也不错 我就在又一起合作了一次拍了这个剧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缠真和赵鹏超之间的关系 你会用什么 为什么 天敌 情敌吗 他俩算情敌吗 我拍摄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我俩是情敌 但是我这两天看成片 因为我不知道 我戏里的那个女朋友 跟他演戏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拍的时候 但是这两天我看成片的时候 我觉得他俩有问题 他俩怎么是那样相处的 江湖超是喜欢的吧 都说你拍罚最狠审装大 全程素颜出镜 这是导演提出的要求吗 全程素颜拍戏是什么感受 导演一开始要求我稍微画一点 弄弄头发 但是后来我看了那个完全素颜内容 我觉得还行 而且跟这个角色也算符合 你说一个警察如果弄得皮肤辈好 然后每天头发也很立正的话 就没那么贴近现实了 所以我觉得素颜挺好的 别省事 省时间 剧里你有个换衣服的片段 有粉丝说 黄锦鱼的身材影响我看剧了 害我来回拉了好几次这个镜头 对此你有什么想回应的 我觉得那段好像 真身材不错 那段因为我也看到了 那是看着真挺好的 挺结实的看着 感觉不能打这哥们 长征面对职场 有套自己的说话艺术 如果你现在是长征 面对领导的下面两个问题 会怎么回答 我都还没下班 你做完自己的活子走了吗 不然 你和我朋友说 趁着你周末休息 给我出一个全套策划案 那我就可以周一再开始干嘛 最后说出两个不看罚罪 一定会后悔的理由 你会少了很多的乐趣 我觉得这个罚罪 虽然是一个行侦剧 警匪剧 但是它里边还是有很多 有意思的地方 多看看罚罪 我觉得会让你的思路变得清晰 因为里边这个真的是 各个人物现在都很乱 然后你会 每天你也会跟着那个剧情绪里 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不换微信头像 一两年吗 圈内好友中 有体力可以赢过你的吗 我没碰到 我为什么玩特利 有什么食物 事情是你过去不能接受 但现在已经爱上了个 萝卜 煮萝卜 炖萝卜 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吃 因为幼儿园老是老过吃那个 但我现在发现挺好吃的 粉丝什么样的评论 会吸引你的注意 有那种人家会跟你讲的头头是道 一条一条 我不是说想夸你 但是我跟你说 为什么我这样讲 跟你讲出一串理由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个就很值得看 你自拍最常用的三个姿势是什么 我自拍没有姿势都是表情 都是这种角度 你最近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 可以模仿一下吗 戏里的那个跟他女朋友发的那个YES 两个小人那个 那个就是我经常用的 你手机里还有多少张自拍 视频库存下次可以分享出来呢 我自拍真的是少之又少 每次有时需要发微博 发个自拍 我都要翻好久 有时都翻到几年前的照片 接下来会想尝试比较有反差感的角色吗 其实我这两天看完罚罪之后 我也想演那个反拍 我好爽啊 开学季到了 给新学期的同学们加油鼓劲下吧 开学了 然后大家都又开始了这个新一学期的学习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 多多努力 然后多做卷子吧 感谢你们陪我度过了这么多的春夏秋冬 陪伴我拍摄了这么多好的优秀的作品 然后呈献给大家 也特别感谢你们帮我安利那个家人 安利朋友看我的剧 我后面还有几部好剧 也在爱奇艺 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好 好 好